贵阳图文广告协会统一禁止方案 7月2日提晚上8点半 贵阳市图文广告协会进行了第四次会议 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 会员之间终于达成了统一禁止方案 包括了怎么报名 怎么付款 怎么送货 贵州省地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选择一起禁止 贵阳市图文广告协会正在和毕节市 还有安顺市等等地方的朋友沟通一起禁止 毕节市还有安顺市 遵义市等城市可以找自己当地负责人 由当地负责人统计禁止数量 一提贵阳市图文广告协会统一纸张议案 提议人真瑞喜图文广告 提议原因贵阳市图文行业长期存在纸张问题 纸张价格和纸张质量等问题 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纸张价格猛涨 不断调价 让我们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价格还能这么涨吗 而且由于纸价不断上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使用低价值 增加机器耗损 产品质量也在下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统一采购纸张 前期目标是在代理商大里拿到最低价格 缓解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 后期如果参加的人足够多 我们可以直接接触生产厂商 这样我们所拿到的指价就会更低 对整个图文协会会员都有着巨大的好处 石家庄已经开始统一了禁止 价格比开始的价格第20元一件 这位很多人省了不少钱 目前我们正在贵州省内和毕杰市 安顺市还有遵义市努力达成协议 一起禁止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拿到更低的价格 解决方案 一贵阳图文广告协会所有会员 报出自己一季度所用纸张 统计纸张件数 非会员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计划 只要报上自己所需数量就可以了 店名姓名电话件数分A3A4报数 地址 每个人按这个格式发到我的QQ邮箱 二 时间 一年四次 一个季度统一进一次纸 争取压低纸张价格 时间过长压的钱太多 也不方便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按一个季度的量走 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量来报 这一次是第一次实验性禁止 所以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三 寻找纸张代理商 会员可以推荐自己使用的纸张 纸张条件 一 纸张不得出现皱纸和卡纸的现象 正常卡纸除外 二 厂商不得一次冲好 一旦发现这种情况 一律统一退纸 三 纸商推荐的纸张要中等偏上 然后再根据这个报价 不要太差的纸 浪费彼此的时间 四 在价钱和纸张好坏程度上 选择出一个可行的产品 先挑选几家代理商 拉进微信群里去阐述自己纸张的好处 介绍自己的公司 一个厂商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三分钟论述时间 五分钟论述产品 剩下的时间回答提问 每个厂家进群都需要给每一个人发一个三元红包 现在暂定拉到发起人群 整个群全国有79人 家群要考虑清楚 有二十分钟给来自全国的发起人 推荐你们的产品 所以这个三元的广告费必不可少 贵阳市图文广告协会会员会在几位职张代理商中 选择一个品种和价格都合适的厂商 在论述完成之后就需要退群 然后下一位厂商继续 五 付款方式 可以选择到付全款 也可以选择到付八成 下个月底付清剩下的二成 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还有一点是否可以刷信用卡 如果有其他的福利 也可以在自己论述的时候说 六 送货方式 送到门面 对于下面现实可以 厂商可以根据自身来制定计划 总结 现在只张一年上涨十几次 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承受现有的指价 在价格不能上涨 成本不能上涨的今天 对我们来说能拿到更优惠的价格 无疑至关重要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 就可以通过团购的方式拿到更低的价格 甚至可以在厂家拿纸 省了很多人的麻烦 不用去比较各种制品盒架 而且也无需一囤就是囤一年的纸张 我们就一季度进一次纸张 这样的话 省了大家的时间精力 更重要的是省钱 欢迎贵阳市内的图文店和我们一起统一拿纸 我们已经征集到了二十家店 也就是说我们 店底就有二十家 一家一个季度平均三十件 就是一共六百建制 一起拿的人越多 我们能拿到的价格就越便宜 现在已经有85位发起人了 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如果你也有意向 可以选择加入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事情对所有的从业者都是好处多多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支持 我的微信 wis198966 我的邮箱2903-298-180 还有qq.com 欢迎加入我们 支持图文广告行业价格联盟 点赞 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